台湾南部有一家夜市 里面有一间海产粥开了几十年 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每次去夜市一定要吃 很有名 报道过很多次 今天我们就来煮夜市必吃的美食 台湾海产粥 嗨大家好 我是胖哥哥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订阅分享哦 准备一只笋子 不用剥壳 直接洗干净 如果你买回来的竹笋壳很脏 或者有受伤 可以先剥掉外面一两层壳 然后再洗干净就好了 好 竹笋洗好之后我们来剥壳 从中间先把壳破开 然后一开二 我们来看一下竹笋的结构 笋子的底部从被砍下来之后 就会开始慢慢消水变老 这边会看到有一条很明显的线 从这个线的位置把底下切掉 放一旁等下来煮高汤 然后再来看竹笋的芯 这样顺着壳的一圈 就是可以吃的笋子了 上面这几片嫩壳其实也可以吃 没什么问题 卤肉煮粥都很好吃 我们把壳剥下来之后 然后用壳来煮高汤 竹笋的外层一圈会有一点点老 也可以把皮去掉 一起来煮高汤 台湾竹笋的种味很多 我今天用的是乌壳笋 价格比较亲民 味道也是很错 我们煮海产粥 竹笋只是要来提味 所以乌壳笋算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好 竹笋处理好之后 下来逆纹切片 然后再顺纹切丝 剩下笋煎的位置 因为很嫩 直接顺纹切片就好了 准备一个汤锅先放进来鸡骨架 然后再把笋壳那些都放进来 加水盖锅所有食材 煮滚之后转小火煮一个小时 煮汤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一点蒜酥 蒜酥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高雄有一家我很爱吃的海产粥会放蒜酥 如果你不喜欢就不要泡 蒜头切掉屁股 按捏按捏个按捏按捏 先横刀切片不要切断 再竖着切一样不要切断 最后直接切就是蒜粒的 这样切的蒜粒大小会比较均匀 等一下炸的时候比较不会有 有的已经炸过头了 有的火候可能还不够这样的问题 切好的蒜粒要泡水 泡30分钟 每10分钟放一次水 把蒜头的粘液泡掉 等一下炸的时候才不会团结在一起 好蒜头泡好之后把水沥掉 然后我们冷锅冷油 蒜头放进来 中火慢慢炸 油不用太多 可以盖锅蒜头就好了 蒜头都浮起来了 就快要好了 这时候眼睛要注意看蒜头 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倒出来粒油了 然后放在一边 等等颜色会更深 凉了之后就会变酥脆 来看一下高汤 时间还没到 让它在这边慢慢煮 瓦斯鱼额不够的兄弟可以直接用水 不用煮高汤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通风小怪兽 我准备的料比较丰盛 在家吃就是要吃到少 有虾子 透抽 鹅啊 哈姆 还可以再配一点点蟹管肉 我今天没有买到 就用蟹肉棒代替了 虾子随便拧 什么品种都可以 没有特别要求要哪一种 喜欢吃就好了 透抽之前的米粉汤有教过 要如何处理 今天我就不再过多介绍了 蚵仔要洗干净 哈姆之前蒸茶粉蒸 也教过大家 如何泡水 涂砂 然后壳要刷干净 好 差不多这样就超大一盘料了 现在我们开始煮粥 热锅凉油 把笋丝放进来炒 炒出香气之后 一点点灵魂料有输体味 虾子炒出香气之后 放进来高汤 我比较建议大家用铁锅来煮 台式的粥之前有说过 会先炒料头 把香气炒出来之后再煮粥 放进来葛叶的白饭 煮好的虾子先捞起来 把透抽和蛤蟆先放进来煮 每个人对于粥的理解都不太一样 有人会觉得粥要煮到米粒爆开 甚至看不到米粒 这样才是心中的第一名 有人会觉得一定要吃甜的 现在蛤蟆嘴巴开开了 把鹅啊和蟹管肉放进来 然后一匙自制不叫盐调味 海产粥会比较像稀饭 米菜里面叫本汤 要有饭力的口感 汤头还有甘甜咸鲜 完全煮滚之后 一汤匙的蒜油调味 找一个比脸还大的蛤蟆藏起来 虾子摆上来 撒一把蒜酥一把芹菜煮 这样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